来 吃个电话啦 来 吃个电话啦 梅姐姐 黄啊 早就听说妹妹中选了 可就是一直不得空见你 我到八文就没选上了 如今你住在自己京城的宅子里 不必从前住在外祖家 一抢之隔 见面也方便 是啊 可是我总还想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呢 妹妹今日打扮得好深素敬 可是戏看起来还是个美人披子 怎么都是好的 嘉兴之府之女夏如花 料牌子赐花 好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 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 想做此吗 对不住 对不住 问你呢 你是哪家的 我 我叫安玲蓉 家父 家父 松阳县城 安玲蓉 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库 今日之事是凌云的错 还请姐姐心怒 这件事要作罢已可 你即便跪下 向我叩头请罪 我便大人大量 算了 姑娘 一件衣裳罢了 夏姐姐宽宏大量 不值得生情 你是谁啊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 真远道 大理寺少卿 也不是什么高官 凡事不论官位高低 只论个理字 今日汉军齐大选 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 若是龙颜因此震怒 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 更丢了咱们汉军齐的脸面 如此得不偿失 还望姐姐三思 没事吧 多谢姐姐出言相助 今日之恩 莫齿难忘 举手之劳 莫要挂怀 皇宫境内 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这位是 这位是梅庄姐姐 梅庄姐姐好 妹妹不必多礼 先敬罗衣后敬人 时风如此 到哪儿都一样 姐姐衣室略素雅了些 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 这对耳环 就当今日 见面之礼 不 不 希望姐姐心想事成 一朝扬美 老姐姐破费 只是妹妹出身微寒 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 妹妹美貌 又何必妄自菲薄 松阳县城 安比怀之女 安玲蓉 年十六 臣女安玲蓉 参见皇上太后 愿皇上太后 万福今安 撂牌子赐花 安玲蓉 慈谢皇上太后 愿皇上太后 身体安叹 永享安乐 旁人被撂了牌子 都一脸的不高兴 你倒懂规矩 凌蓉此生能有幸进宫 见到皇上太后一面 你是最大的福气 丁边的秋海棠无俗 皇娘 既然她都带着花了 就别撕花了 安玲蓉 留牌子赐香囊 就她吧 包衣左领 夏威千金 夏冬春 年十八 这个名字倒有趣 留牌子 多谢皇上 可曾读过什么书 可曾读过什么书 臣女余顿 看过女泽与女婿 略识的几个字 女儿家多以针线 女工为主 你能识字 就很好了 多谢太后皇上赞赏 记下名字留用 沈梅筹 沈梅庄 留牌子赐香囊 大理寺少卿 真远道之女 真环 年十七 大理寺少卿 大理寺少卿真远道之女 真环 年十七 臣女真环参见皇上太后 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真环 哪个环子 环环一鸟楚公妖 正是臣女闺名 是菜参的词 是 诗书倒是很通 真远道教女永芳 只是不知 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 抬起头来 早上前来 还算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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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还一秒 楚公妖 那今春来香茧玉霄 紫荆城的风水养人 必不会叫你玉茧香霄